尊貴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間 名字之選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中合體 時尚生活觸手可及 生態空間 品味休閒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外家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第二期五星酒店級拍文 查詢熱線905-888-6788 歡迎回到市場會的環節 這兩個星期歐洲債務危機的消息 一直都是投資者關注的重點 而且對股票市場都有直接的影響 早前因為得法兩岸的支持 令到大家對希臘會違約的擔心有輕微的緩解 不過歐洲聯盟和IMF就表示 除非希臘會更加嚴格地進行這個緊縮的政策 以及進一步削減赤字 否則對希臘會更加嚴格地進行這個緊縮的政策 就不會去發放新一輪的資金 希臘政府亦都表示 現時的資金到10月中就會好準 今次這個消息令到大家的擔心是有加劇的 我想跟大家說說是怎樣 如果你看歐洲的希臘 葡萄牙和意大利 外爾蘭的問題 正常來說 如果現在世界經濟這麼弱 如果它這些問題 如果歐盟那方面 或者IMF 或者給5年或者10年時間 攤開它來做解決這個問題 你不是說一次過要削減這麼多開支 要它兩年內 即是要沒有赤字 其實這個是相當苛求的 你叫美國兩年內沒有赤字 其他不行 你現在就要它兩年內做完 所以變成希臘很多國家 就是希臘當然是反抗 要它削減開支大到相當困難 好像有名的經濟分析家 露比利 Rubini 他就說叫希臘 你不要浪費時間 來給人借錢還 不如脫離歐羅破產 然後重組整個國家 降低你自己那些貨幣 他之前的貨幣叫Degma 你降低你的貨幣的價值 那你還有機會會快點復甦 好像想到十幾年前 阿根廷發生過這些事情 人家就留下的貨幣 跌下來 那就沒事了 所以現在 現在因為現在歐洲那方面 譬如德國那些 那些是捏著希臘的頸 就說什麼呢 不是一次過給你錢 每個月 每個月 看一次 如果你聽話 你肯削減開支 我就給你80億歐羅 如果不是 我就會偷些錢 不給你 那一路不斷玩來玩去 玩來玩去 變了這個問題 永遠無法解決 無法解決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真的會有一次 做不到目標 這樣會令到歐洲有些銀行 會破產 甚至影響到北美洲這邊 所以變了這個問題 一直拖下去 一次次無法解決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歐洲這個問題 已經延續了很久 而且對其他各地方的經濟 也有影響 特別是美國 其實美國的總統奧巴馬 昨天和今天也說過 會推出這個三萬億美元的財政削減計劃 其中包括向這個高於一百萬的富豪加稅 其實大家都知道共和黨其實很難會通過這個計劃 其實奧巴馬這次的做法有什麼影響 這個是相當長的問題 當然不可以次過說 我給大家一點背景 記不記得過幾月前 共和黨和民主黨在談判 提高美國借貸的上限 那時不記得 提高了三萬億的削減開支 他那時就怎樣設定這三萬億呢 就是每黨派一半的成員出來 大家談判 就是這樣的了 你有沒有發覺今次奧巴馬又說三萬億就是什麼 奧巴馬他想做總統 他自己下年的大選 他不想被人當成是一個扯線公仔 完全沒有意見 他就不如他把自己的計劃 扔出來 我的三萬億就是這樣 看看你們民主黨 你共和黨看賺不賺成 然後這樣來開放做談判 就是不要說他在背後完全沒有發聲 他現在他的提議就是這樣了 待會回來我再跟大家說一下他的提議 是怎樣對美國經濟有什麼影響 廣告回來我們再看看奧巴馬這個三萬億計劃的具體內容 回來見 歡迎大家回到這個市場回顧的環節 剛剛說過奧巴馬今天推出了這個三萬億美元的財政削減計劃 其實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是怎樣的呢 這個計劃呢 他怎麼計三萬億出來的呢 這個計十年下 這個記住大部分有5500億就是削減政府開支 有一半以上有2480億削減這個Medicare 然後有720億削減這個Medicare 那些就是那些醫療保健那方面 那這個削減呢 因為過到2017年呢 就是那些政府的保健那裡揭建進來 變成不需要那個特別開支 另外呢 他就奧巴馬就說 奧巴馬就說 他說有一萬億呢 就是因為未來十年內呢 美國會離開這個阿富汗 以及伊拉克呢 削減的軍事開支 所以那裡有一萬億就是這裡了 然後呢 另外就說呢 因為他如果介紹一些計劃呢 美國政府每年納少4300億的利息 這些是騙人的 全部是騙人的 然後到第三樣呢 就是呢 你記住布殊呢 就是在2006年有個省稅 有個減稅的計劃 如果你兩夫妻加起來 那些人工多過25萬呢 他會減低你多少稅嘛 那這個稅呢 就去年呢 就extend了一年嘛 那現在他到2013年呢 這個稅呢 就是不是都沒有了 那你沒有了 是不是政府收稅多了呢 那他就多了8千億 那你真正是削減開支呢 就不是削減得那麼多的 那其實我剛才說的呢 他最主要目的呢 就是先把他扔掉出來 等有個開端呢 就可以跟共和黨來談判 在未來這一年呢 就怎樣談判削減這個3萬億開支的了 那關於這個奧巴馬新的稅收計劃呢 其實大家都很關注 是其中有一項就說這個 針對一個高於100萬年收入的富豪而開徵的 那大家就將這個稅項 就命名為這個巴菲特稅 那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股神巴菲特 在過去10年 一直都呼籲應該增加富豪 那他就認為美國最有錢那部分的稅收 比中產階級的人的稅收 都還要低 是一個非常之不合理的現象 那相信大家都覺得這個巴菲特 說得很有道理 那其實徵收這個稅 對巴菲特有否影響 那你不知前因後果的觀眾呢 你以為巴菲特好像很好人 叫政府收他多些稅 其實是穩笨的 我說為何穩笨呢 巴菲特說過呢 他說他去年給的稅是比17.4% 他的秘書 私人秘書都給30幾% 他給17.4% 有甚麼理由我會比少過人的 其實不過你們不知道是怎樣 其實巴菲特每一年 他出糧比自己是出10萬元一年 如果今次奉 Bay嘛新的稅項呢 如果你超過100萬千千END 今天就不能被推 river它 對吧 然後巴菲特最大的投資就是 其他自己拿著大部分他的公司的股票 就是 Berkshire Hathaway的股票 因为他持有这么久 如果他卖这些股票来套现 你记住美国的subject 它不是regular tax rate 它叫long term capital gain 那个tax rate是十几个percent 变成了他的税网不止 所以这么低 还有一样 今年他想连这十几个percent都省了 因为巴菲特预备 将他手头300亿的 他的公司的股票 放在Bill Gates的基金里 如果你的股票 又转到Bill Gates的基金里 连一元税都不用付 那你根本如何保持得到它呢 你明白吗 所以这次奥巴马提议 表面就以为巴菲特有帮手 其实巴菲特完全都不需要付税 其实他有很多东西 今天有提出的proposal是如何呢 例如说会加税 例如美国的私人喷射机 或者喷射螺旋机 每一次起飞 现在收多100元一次 预备收多100元一次 你搭飞机 如果他收5元的安全费用 他会加到提升到10元 到2017年提升到15元 那里每年收入多10亿元 第三样就是Fannie Mae和Fannie Mac 那里收的费用 就是他们保证的费用 收多0.1% 那里收入力都很大 然后退伍军人 如果你说你看医疗保健 政府收你 头那200元你要付钱 不是全部政府给了 加上加上就是这样 另外加税 希望来减低的政府开支 那我们现在的时间 看看明天我们有什么关注的焦点 那明天会公布 这个八月份的新屋建造 和八月份的建筑批文 但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明天召开这个FOMC的会议 那今次的会议时间 就增加到两天 那其实会不会有什么 特别的东西会宣布呢 大家留意 在礼拜三会宣布 就是那个Operation Twist那里 至于业绩那一部 明天收市有Oracle出业绩 Oracle很多人预计 BagOracle会赚4条7只 第一季同时Oracle 因为他手头拿着有300亿的现金 会不会他的总裁Larry Allison 会宣布会买第二间公司 现在外面传说是什么 他可能会收购Hillie Pack 是的 那我们明天再留意了 那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